台九線又發生了自撞車禍 一台小貨車在北上台九線264.4公里處 沒有注意到路旁的護欄 插撞後側翻在急車慢車道 而索性沒有人受傷 警方到場後也馬上來進行酒測 並沒有酒精的反應 並且遲照正常 而玉立警分局呼籲駕駛人 行車時應該要妥善的注意車前的狀況 並保持道路限速來確保安全 台九線又發生自撞車禍 一台小貨車在台九線264.4公里北上 沒有注意到路旁的護欄 插撞後側翻在急慢車道 索性沒有人受傷 警方到場馬上進行酒測 並沒有酒精反應 並且遲照正常 在台九線264.4公里北上車道 發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步自小貨車 因不勝插撞護欄 導致車輛翻覆 而警校貨爆後立即到達現場 索性駕駛並不受傷 並且迅速排除障礙 而今了解駕駛有駕駛執照 並且沒有飲酒 警方在這呼籲駕駛交通工具 因注意車前路況 以確保自己以及他人的行車安全 玉利分局表示 雖然現場沒有影響南北車流的通行 脫掉車前往脫掉移除完畢之後 已經是恢復交通順暢 玉利分局也呼籲駕駛人 行車時應該要妥善地 注意車前的狀況 並且要保持道路的速限 確保安全 記者高雙雙張明泰 玉利正採訪報導 並且保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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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保持道路